除了這個 這個衛福部長真的是天才 我是覺得民進黨經常 會出很多天才的政務官 聯合報社論說 剝奪40萬人的投票權 中國時報說技術阻撓公民投票 這是都從我領書社 我說民進黨阻撓百萬人投票來的 大家常常想這個確診不能去投票 我那天在想我在高鐵上 我說我在高鐵的時候 把這篇臉書寫完了 我說多少人 除籍就三十幾萬人拿 除籍的三十幾萬人 有三十萬人是有投票權的 這就已經三十萬了 因為最近很多朋友跟我抱怨 他們從美國回來 從加拿大回來 以為回來可以投票 發覺還不行 為什麼涉及還不到四個月 所以不能投票 那所以除籍三十萬票 然後確診原來是一天十萬 五天大概十萬 現在少一點 那大概七八萬 那另外國軍 國軍本來可以淪秀去投票了 現在不准 那這樣的話又是七八萬 如果再一下 現在兩岸緊張 你們不能去投票 等等 那另外呢 這個比如說原來 這個大三通 大三通原來大陸有六十一個行點 六十一個點 你看那個多方便了 對不對 現在剩下四個 你想想看 從六十一個變四個少了多少 現在只剩下上海 只剩下成都 只剩下北京 只剩下廈門 就是他這個點 很多人回不來的 為什麼 非常貴機票 再想一月就要過年了嘛 那他現在就回不來 回來要關 這邊要關 那邊要關 再怎麼樣還是關 那所以算了 大三通不行 小三通總可以吧 福建跟廣東的台商 因為最近 而且他們可能最早去 五十萬人 本來小三通很容易就回來 這也回不來 這大三通小三通 我給他加加 就算是五十萬人好了 加上前面加起來 也將近百萬人 那你說這些人 都不投民進黨嗎 不會嘛 裡面我相信台商 起碼是三七或四六比 很多還是會投民進黨 海外回來都不投民進黨嗎 也不會 但是呢民進黨就認為 反正你只要你 你不投的比投的多 非我黨類 非我跟我黨不認同的 通通不要回來 那否則為什麼不讓他投票呢 為什麼不給他呢 對不對 當時在立法院 立委就質疑那個內政部長 所以這也不是這些人的錯嘛 疫情造成他不能回來 那時候回來台灣要關七加七 回不管到哪裡去 很多都是七加七 加起來就一個月了 所以他都不能回來嘛 對不對 而且你戶籍是放在你 戶政事務所 又不是戶籍給他 簽到美國去 你就從寬解釋一下 不行就是不行 就是不跟你投 那你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原來到了大選 都還有我們返鄉列車 希望這些年輕人回投票 今年沒有了 然後之前那個側翼 很多網紅在錄 他們搞不清楚民進黨的政策 他們網路還講說 我們要回鄉投票 回鄉投票 現在都撤走了 你看沒有一篇 現在網紅都撤走了 因為跟民進黨的政策中央不合 我的小編告訴我的 我也沒去看他們那種 小編說都撤走了 為什麼 他覺得年輕人現在不要支持他 你叫人家去當兵 一當當 從四個月當一年 當兩年 對不對 年輕人這樣支持你 那你執政以後 你叫我去當兵去送死 部隊為什麼年輕的阿兵哥 也不給他投了 年輕的阿兵哥 因為現在兩岸緊張 一定那個勤務加重很多 一定裡面怨聲載道 對不對 你給他去投 給他投看看 他也不要投你 所以呢 一定有反應 所以這些阿兵哥也不可靠了 所以不要給他投 所以不准跟你出去投票 以前客人為什麼現在不行呢 這樣加起來就百萬 對不對 聯合報講40萬 這客氣的40萬 沒有上台商 你知道嗎 他只算確診的 跟那個 跟那個除籍的 這很客氣 不過他裡面有講 還加上這個三通不能來 一定很多台商回不來 你想知道這道理 還不要講通訊投票 我給你投 對不對 美國這次期中選舉 通訊投票加提前投票 四千萬票 四千萬 別的國家都有通訊投票 沒有 所以中國時報為什麼講 跟這個公投什麼關係 主要就是 你現在十八歲公民權 要憲法要覆決 立法已經通過了 覆決要很多人 要九百多萬個同意才可以 你這邊就幹到一百萬 不准他回來 對不對 不能他投票了 所以你民進黨嘴巴講說 要把這個投票 你希望降到十八歲 你那邊做法 是根本就很難通過 你把投票人都減少很多了 所以你是真的 你是真的要希望 十八歲公民權通過 那年輕人很高興 十八歲以為是真的 看了半天被你阻擋 所以人家的社會的意思是這樣子